欧虎岛钻石头山区 在当地时间19号早上爆发枪击 有两名原警被击中伤众不致 而嫌犯攻击完警察还接着纵火烧屋 火势迅速延烧好几栋楼房 还有一辆停在旁边的警车都遭到大火的吞噬 现场窜出阵阵浓烟 连好几公里外都可以看得见 原本檀香山警方获报是要到场处理一起袭击案 69岁的嫌犯被控攻击房东 结果警方到场嫌犯持枪 直接瞄准两名警察开火 然后再放火 警方随即封锁了附近的区域进行调查 要求民众不要靠近 一块钻石头山附近就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危机机海滩 遇上假日经常挤满游客 而这名嫌犯经过初步的调查 也发现他有法院记录 有古怪的行为 以及曾经打过假的报案点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